来看看新闻网 而陈建兵则烫小卷发模样青涩 和现在的大胡子造型大相径庭 就连王学兵本人看到旧照 都经不住感慨岁月匆匆 两葱真轻 建兵手里拿的不是鸡毛胆子 是道具猎枪 那时我们常听达名一派 王学兵 陈建兵 还有李亚鹏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90级的同班同学 因为三人都来自新疆 关系十分要好 是当时中系著名的三剑客 在学校期间 王学兵还和陈建兵一起结伴 在电视剧《梅花闹》中跑龙套 请王爷福尽欢心 听说公主亲自到法场传职 而父在最后关头终于免于一死 另外 小虎队和幽欢派对的一组早期合影 也勾起了网友的集体回忆 这组照片应该拍摄于小虎队成立之初 身为歌坛新人的他们 同郑当红的少女团体幽欢派对结盟 推出歌唱合集 当时的小虎队无论歌声还是面容 都略显青涩 但已经锋芒毕露 听他们的歌 就像是回到初中时候 真年轻啊 仿佛就在昨天 当年作为辅唱的小虎队 也太抢眼了吧 哈哈 有网友拿小虎队当年的旧照和现在作比 霹雳虎吴气龙被评为是容貌变化最小的成员 尤其当他的照片和同岁的陈建兵摆在一起 同样42岁却让网友惊呼穿越 乖乖虎苏友捧近几年走起了沧桑路线 还刻意留起了胡渣造型 但他那张永远不老的娃娃脸依旧甩出同龄人几条马路 这股怀旧风愈刮愈烈 主持人何炯也在微博上大晒自己的陈年旧照 还搭上好朋友李维佳 可新旧照片一对比让网友直呼 这是要逆天哪 这俩妖精一起了17年 说话越来越精辟我就不说了 居然还越活越年轻了 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你俩都是逆生长的娃 生旧一张娃娃脸 让何炯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可他如今的搭档海涛就没这般幸运 岁月就像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 当年那个瘦高帅气的小伙 如今心宽体盘 不过这一悲剧性的变化 倒也适合海涛如今的喜感路线 新鱼在线综合报道